距离跨年看到时间剩下不到五个小时了 也由于台湾今年的疫情稳定 所以相对的各县市都举办了大型的跨年活动 跨年大众运输人潮爆量 台铁就肩负了重任 连续假期加开了104班 107班次 而台北捷运的部分为了迎接2022年 而且配合了跨年晚会的活动 依循惯例 从31号6点开始到明年的1月1号5月12点 连续42小时营运不收班 列车也会适时的过展不停 民众背着行李大包小包赶着上火车 因为跨年夜要买到一张票比登帖还难 今天的票就没有那么好定 就想说有位置就搭 我问他的时候没有对号 我做他叫我就是刷优卡进来就好了 民众返乡出游 怕塞车几乎都是搭全大众运输 台铁肩负交通重任 廉价加开107班次 如果民众要到北部来跨年搭捷运 可能也得有人挤人的准备 我算是第一次了 人很多 非常多 感觉很多 比较多一点 为了迎接2022年 并且搭配跨年晚会活动 北街一旬惯例 从31号6点起到明年1月1号24点 连续42小时营运不收班 玩得再晚都不用担心回不了家 为了因这一次跨年庞大的人潮 预计在31号的晚间7点之后 百南县平均两到三分钟就有一班车 至于淡水新一线则是三分钟 也会有一班 而这一次北街更是长达42小时 不会收班 为了加强书运人潮 百南县及淡水新一线 从31号下午7点开始 会以最密班距行驶提供服务 百南县最短班距为2到3分钟 淡水新一线最短班距为3分钟 还要特别留意 临近跨年活动现场的站 会是车站人潮状况 适时采取部分列车过站不停的措施 民众如果想朝圣一年一度的 一零烟火秀 交通时间可得好好把握 简离是达吴振宇 江博军留选台北财报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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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